大家好我是蛋蛋大家好我是蛋蛋 歡迎收看今天的寶可夢系列影片 那今天呢我們來介紹的套牌呢是火箭隊的套牌啦 那這套火箭隊的套牌呢跟其他人火箭隊不一樣在哪裡呢 最主要是我在火箭隊這套套牌帶了一組的這個大筆鳥啦 那等一下呢我們會來再說明喔 好的那首先我們先來看牌組構成的部分 首先呢畢竟我們是火箭隊嘛 雙彈瓦斯跟這個阿伯怪我們最一開始無印的這個 兩大王牌一定要出來的 所以我們這邊帶上的組合就是帶了兩組的阿伯怪以及兩組的雙彈瓦斯 那前期的話我們基本上是利用雙彈瓦斯去扛住前排 那不斷的去偷可能40點40點的傷害 然後倒掉的雙彈瓦斯再利用阿伯怪上來去做後續的收頭 或者是利用著這個納茲的互換 去把對手後排的寶可夢給換出來 再讓阿伯怪去咬住對手 咬住對手對手無法撤退 然後去不斷的去偷取對手的獎勵卡 等等之類的一個套路啦 那接著我掛了一組的大筆鳥呢 最主要是大筆鳥的特性就是一張這個納茲 那他的好處在哪裡呢 因為一定會有人會說 欸既然我已經有納茲了我幹嘛還要帶大筆鳥 因為你並不是每一個回合都有納茲可以使用 以及有的時候你必須去抉擇說 如果我用了納茲我可能就不能用阿吉 我不能用阿吉我就不能把前台的這個雙彈瓦斯給撤退 有的時候是我需要去找牌 我用了納茲我就不能用博士 所以有這樣的一個狀況發生所以我們帶上了一組的大筆鳥去避免這個問題 我們大筆鳥如果有順利進化上來的話 我每個回合都有一個免費的納茲可以去做使用 然後我還可以去用阿吉把我場上的雙彈瓦斯給撤退下來 或者是利用這個博士去做過牌 那在等一下的實戰片段都會演示到這一段 所以我覺得大筆鳥在這一組來說還是非常重要的 但如果你真的覺得進化起來太卡不喜歡的話 也可以直接把大筆鳥給整組換掉 我覺得也是沒有問題的 我們就只帶最原始的火箭隊的這兩隻王牌怪獸 王牌寶可夢就好了 那接著來到道具的部分 道具的部分呢兩罐的商藥 因為畢竟我們是一個小人牌啦 如果能夠遇到小人牌的時候多扛一下還是試一下啦 然後最主要是希望說我們雙彈瓦斯 能夠在前期能夠去硬扛住很多的傷害 然後讓我們的進化鏈能夠順利的進化出來 把陣給做出來之後 去獲得我們後續的一個勝利 所以我們這邊帶兩罐的商藥 兩顆的精靈球去做檢索 跟兩張的博士 以及一張的阿吉 那這套阿吉帶的比較少 最主要的原因是 通常我們就只用一張 就是在 我們的 阿博怪養好之後 我想要利用阿吉把前台的雙彈瓦斯給換下來 所以我們才會打出阿吉 因為 雙彈瓦斯的撤退費用需要到三能 其實非常非常高 正常我們只會填一能去打30 然後跟特性的10點 所以我們是不會填到三能給他去做一個撤退的 所以我們就必須利用阿吉來把他拉回手牌 然後讓我們後台的東西可以上上去 那有的時候也可以去避免對手打殘的雙彈瓦斯 然後有機會去拿到我們的一獎 所以 這張牌的話我們是掛一張去幫助我們去做一個換位 那接著是兩張的納茲 因為這一套的納茲太重要了 把對手後台的寶可夢給換出來之後 再利用阿博怪的這個窮追不捨60點 然後跟無法撤退去把後排的怪給咬住 咬住之後呢 對手沒辦法撤退 然後我們就一獎一獎一獎的去拿 或者是面對到可能像是皮神 他後台如果有一隻還沒有天能的閃電鳥 我們就把閃電鳥如果他把他換上來 我們就把閃電鳥咬住 那我們有機會 打個兩輪三輪 然後去拿到一個這個兩獎 也是不錯的一個套路 所以 我這張的換位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以納茲一定要滿 然後接著就是我帶了一組的大筆鳥 這是我跟別人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那這是我自己的一個購族套路 大家有興趣的都可以參考看看 好的那我們就飛阿卜說馬上進我們實況的實戰片段來看一下這一套火箭隊要怎麼玩吧 我自己是都單抽抽掉了有的抽就抽了 我個人就是有的抽就狂抽猛抽 所以我覺得這個比較看個人一點 主播有哪個母母器 母母 完了幾場三道猴子後手好像無敵呢 哪有 他先手舔一顆能直接把那隻猴子打了怎麼辦 他很強啦很強啦 可是沒有無敵啦 因為他自殘完剩40滴 靠腰 馬上就死了 主播有算出來剛才的內附有多少蛋蛋大軍了嗎 我沒算阿 請你算 只能說三道猴子後手是真的厲害 但沒有絕對沒有無敵 因為他就40血太容易被打掉了 主播新手三個卡包選哪一個我選超猛 小豬 可能你都打到進化排行這種感覺 有可能你都遇到什麼超夢那種的可能 確實 因為他第一下打不動你 但如果你可能遇到像 今天介紹的耶誕樹或者是皮卡丘他推 皮卡丘解不掉 皮卡丘是打30 電斑馬打30 但反正你遇到像這種比較偏小人牌的 甚至你看雙彈瓦斯也打掉了 毒一下撞一下40點沒了 對然後還有大衝鴨 對啊對啊就是這類型的牌你你你你是沒辦法 這邊退一下吧不想讓他做八大疊出來 至少要逼他是八能撤退不要讓他這麼舒服的天然 或是交一罐加速撤退 夏伯火焰那個火焰馬久尾也可以 就可能你剛好遇到 超夢那類型的或者是先手俠繩激動鳥 你你那個你那個猴子也扛不住 所以 這是他還是有特問題在 但他絕對是很強的後手牌 這是肯定的就他一定是很強的後手牌 這套是雙彈瓦斯配臭女馬沒有沒有帶臭女 奇怪我的阿伯怪真的很不乖 到底是怎樣 好看喔 昨天有稍微玩一下 蠻好玩的 可是我覺得強度不夠高因為穩定性不夠 因為那個 你冷挖要兩組進就是你要 兩次進化成進化到冷挖然後現在的牌你沒有 你沒有那個 找進化的東西所以你只能全靠抽的 然後現在的綠牌又不夠快 所以你是很容易進化不上去的然後那套牌就是進化不上去你就是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做傷害 因為他就是依靠那個進化上去 一直 一直20點20點然後再加上前面的去幹嘛的去干擾然後去去那個的 絕對 嗯 嗯 這吉利戰真的好硬 一直超不出火恐龍要去換嗎 如果你的 如果你的噴火龍只缺火恐龍的話 可以考慮換啊 但如果還缺很多的話感覺不急著換 這套是靠誰打傷害 阿博怪喔 阿博怪把後排的東西咬住 所以我的阿博怪一直不來 我現在不知道怎麼辦 來 請把你的鐵槳勇給我送上來 來 可以靠鳥打 可以啊 可是靠鳥的問題就是你沒辦法咬住啊 有些對局需要把他咬住 因為你看像他進化妙蛙花了 等一下我就一定 就是一定要把一隻換上來之後 利用阿博怪把他換上來的那隻咬住 然後我就不會跟他的阿博 呃 就不會跟他的妙蛙蛙正面對決到 這是火箭隊嗎 沒錯 抓了小智的大鼻鳥的火箭隊 到底是怎樣 阿博怪 這套跟臭泥比較推薦哪一套 呃 我沒有玩過帶臭泥的那一套 但我覺得要帶到 呃 帶臭你的就不會帶那個大鼻鳥了 我自己蠻喜歡大鼻鳥的 因為你不是每一把都有那隻 或者是你有的時候必須打阿集 你沒有空打那隻 那大鼻鳥就會是一個你很好很有效 可以去做switch的一個 就讓對手做交換的一張牌了 打多少 打100 三人打60 這遊戲感覺運氣勝負戰88 28 靠觀念 呃 差不多啦 37 28 我覺得就差不多 37吧 37可能好一點 我覺得應該差不多37 因為你看 像這個狀況 如果平常 如果你是沒有大鼻鳥的 我就要打那隻去做換位對不對 可是 而且這個雙彈瓦斯會下不來 可是我這邊有阿集 我可以讓我的雙彈瓦斯下來 有沒有 然後我支援者用掉了 我的納茲雖然不能夠 雖然不能夠打人了 可是我有大鼻鳥 請他換出來 有沒有 好啦 那他這邊打錯啦 他這邊要換鐵匠上來才對啦 他換這個上來來啦 他出事啦 他打錯了嘛 對不對 他是不是打錯 打錯啦 所以我這邊直接咬住喔 我這邊咬住啊 他撤退不掉啊 你看他做好的妙蛙花根本上不來啊 這就是我覺得有帶大鼻鳥的優勢啦 就是可以讓你 那一個回合你可以不用用到支援者 你可以把支援者的選項給到博士或者是給到阿集 我覺得會強很多 所以我自己還是帶了一組大鼻鳥 我自己還是帶了一組大鼻鳥的優勢啦 忘了中毒 沒有沒有沒有 我稍微把 欸對 我忘了中毒欸 我的 抱歉 顧 顧著解釋 靠腰我的 哈哈 我的我的我的 我的 忘了中毒了 我的忘了忘了 我在顧 顧著跟大家講解 就是為什麼我還是帶著這隻大鼻鳥 就我繼續帶著是有他的用意在啦 我覺得 額 這樣子還是強一點 想問一下電腦怎麼玩 額 你可以去下載模擬器 現在能用的模擬器應該蠻多的 我自己是用MuMu MuMu 可以參考一下 就是手模擬器 這套弱勢在哪 弱勢在打點不夠高 所以需要用Mu的 然後如果你進化過來 一直不來 在那邊耍別藍的話 也不是太舒服 但是你看 像我家陣已經做起來了 基本上就是沒什麼好怕了 跟我們打點就是60點60點 或者是雙彈瓦斯的四十點 那你看 像他家沒有哇哇上來 直接搜掉我的阿姆怪 又怎麼樣 我的第二隻阿博怪上去 然後大閉尿做一個換位咬住 就結束了 就我們的目標不會是把對手的EX怪打掉 除非他的是那種還沒有養好 然後在後台的EX怪 可能像是閃電鳥EX 這種需要很多能量的 然後沒養好的 那沒差我們就是把他抓上來 這樣子 一樣驅靈 他這邊只能把妙幻種子換上來 那我們就一樣咬住他 按了也是被洗掉 沒有啦 剛才可以先換位 然後讓他的巴拉蝶上來 然後再按 那我考慮帶一張老大嗎 我現在是沒帶啦 因為我覺得不差那10點傷害 現在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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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怪的 不要講怪 現在有寶可夢的血線是130嗎 因為如果沒有寶可夢的血線是130的話 不太需要帶到老大 主流的 如果沒有剛好130的 有啦 耶誕樹小隻的是130啦 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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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沒辦法嘛 會回嘛 可是沒辦法嘛 所以說